10月31日万圣节当天 香港黑口罩运动在纽约曼哈顿的华盛顿广场公园 发起应景的装扮集会活动 参加活动的大多数是年轻人 他们装扮成威尼熊 皮卡丘 匿名者等形象 并举出许多写有关于中国人权议题的展板 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 呼吁更多人来谴责中共的人权迫害行为 香港黑口罩运动创始人何超斯表示 希望借此活动引起美国社会关注中国人权 并声援营救被中共拘留的12位香港年轻人 现场也有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人士参加活动 并发言谴责中共在新疆等地兴建集中营 并系统性破坏西藏蒙古等民族的文化 新唐人记者韩瑞宋生化纽约报道